我是Amy 然後這是舒萱 你好 然後我們今天其實是 就是真的是超級新手 我是第一次來 舒萱第二次來 然後所以我們的 參加了就去找了喵柱那一組的那個 G0V的考古 因為就是想說想要了解一下 G0V到底都做了哪些 的這些鬆都做了哪些專案 所以呢我們今天的那個 起心動念就是說喵柱說 G0V這個促成的哪些專案的這個平台 其實是已經掛掉了 都沒有人在維護 然後呢他自己就很人工的 把每一次的那個 的專案都把它整理出來 那其實這些專案的整理就是 有一個很大的想要做的事情就是 也是剛好我們都是讀那個圖書資訊的 然後我們讀圖資的一個很大的任務 就是在把東西分類啦 所以我們就在想說可以如何把這些 專案分類 然後呢就是想讓這些專案分類之後 可以讓想要來參加的人 找到可以加入的專案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要加入專案可能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就是他有有興趣的議題 那第二個是他有想要做的一些成品 例如說各種那種地圖 或者是他就是要做一個APP 或者是他要做一些chatbot 或者是他就是有某一種技能想要貢獻 他不管做什麼議題或是做什麼產品都可以 那但是我們今天就是想說那到底要把這個 600個專案到底要怎麼分類 所以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就是一直在研究而已 所以像目前喵柱是跟我們講說 目前G0V的專案分類 參考那個獎柱經濟化就是有大概這五種就是 但是大家就會發現今天大家的東西 可能要用這五種分類的話 其實也是蠻重複的 就不知道到底要選哪一種 然後我們就想說要開始想 比較大的穩定的架構 所以一開始可能大家都是取用一些開放資源 所以我們就看了一些比較大的架構 就是像是那個台北市的自己的大平台 這樣子然後大家就是在定義自己的議題的時候 有一個入口 或是像是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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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什麼 國發什麼國發會的 對然後或者是說那個UK或者是那個US的 的大架構 那總而言之就是一切都還在定義中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今天的那個東西呢 那個韋哲已經用那個 哲韋已經用那個G0 那個虛圖 對對 用虛圖賽已經弄出一個基本的 內容然後之後 可能會再繼續充實它 那舒萱會講一下他今天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 我今天主要是做的就是將 欸這要怎麼用 喔 就是直接去看這些project裡面 它做的是哪一些主題 因為其實從這裡面根本 這些project 就是你看了這一些議題名稱 你根本不曉 有時候你會不曉它是做什麼主題 那我就是先 先觀察這個主題它是做什麼東西 然後先給它一個比較大的 比較大的分類 那先幫先將就是這一年大家做分類去做一個排序之後呢 我會知道怎樣子的分類是比較符合我們這個G0 fee的分類方式 然後之後就會將這些分類標準化 未來如果 大家如果要建立自己新的案子的話 就可以遵從這個分類去 將自己的project做分類 那以後大家如果想要找群 過去有沒有人做這個 這個主題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下一組是小幫手 然後我們請Alan還有子彤來standby一下 大家好 我是幫Galvin代理的Scott 那今天就是當Galvin就是提完他的構想之後呢 就是我們很幸運的就是說有那個 OpenStreetMap的人就是過來幫我們就是提供了很多資訊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這邊使用的資料除了大台北地區消防酸清澈之外的話 這邊其實還有就是還有蠻多一些政府的開放資料可以使用 那我們剛剛點進去看了一下就是說 像台中市他們就有提供一些比較完整的像GPS的訊息 那之後可能可以就是用在專案上面這樣子 那這邊的話比較特別的是說 因為我自己是Android工程師嘛 那我們就可以有久違的就是線上demo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就是 怎麼點不到 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現在我們已經把一些台北地區的一些消防酸的訊息 就是都載入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這邊是那個信義區嘛 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這邊信義區就是一堆的消防酸這樣子 就是全部都已經導入了 那現在離我們最近的是一個 某一個地上的消防酸就在這個地方 就是距離我們37公尺的地方 而且它是一個 欸 訊號不好 喔有了 那它就是一個地上的消防酸這樣子 那就是可以看一看就是說 其他地區的消防酸 那 比較可惜的是這份資料 就是新北市這邊的話 就是說 有些地區還沒有提供 那 之後的話我們可能會在 我們就會在那個 OpenStreetMap上面 就是可能再把各政府他們提供的資料呢 就是全部補上 如果說有GPS的話這樣子 好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 下一組的話就 就是 歡迎那個 Alan的 政治人物有多少被收錄的 非常稀少這個專案 那我們請 請子彤跟 另外一個Livebox的四龍幫手機 standby一下 謝謝 喂 好大家好 那 欸 台灣的政治人物在Wikipedia上面 有被收錄的非常稀少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工作成果 放大一點 那我們今天建了20個條目 然後修了83個 然後 加了331K 好 那 經過我們今天的努力 到底多了多少 台北市市議員 被加上去的 讓我們用這個 QRE工具 跑一下 好的 我們跑出來了 我們今天總共 讓172個 那個 台灣的議員 那個 台灣 台北市的市議員 上了這個 Wikidata 那 只有172個 那我們都知道台北市市議員有多少個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一屆大概60個 那我們還有至少20屆 所以我們還有1200位議員 我們還有大概1100位議員 還沒有見 所以我們在此宣布 這個 台灣 台灣的這個政治人物有被收 Wikidata的非常稀少 比日本的壓縮記還稀少 那我們在此宣布 我們預計會在 今年的9月底 或是10月 我們會舉辦一場 這個政治人物 這個Wikidata編輯 專門編輯這個政治人物 那我們當然是期待 先把北部做完啦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做離島的 也非常歡迎 我們有去盤了一下 這個離島資料 絕對要趕快救一下 因為現在有些離島的資料是開不起來了 像什麼連江縣之類的 或者是什麼金門縣之類的 金門縣的縣議會網站 有時候愛開不開的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這些資料要怎麼用呢 其實這些資料有非常多的用法 包含你用這個 內建的Sparrk搜尋 就可以把這些資料都查詢出來 而且它其實還有提供各式各樣的 的瀏覽功能 包含table啊 graph啊 它可以直接幫你繪製成一些 類似新制圖一樣的效果 那甚至如果你喜歡 你喜歡的話 右邊有個下載 雖然是簡體字的 你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是CC0釋出 愛怎麼下載就怎麼下載 那這個就是我們 Wikidata這個政治人物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 只要做一次基礎建設 那之後大家都不用再做 額外的基礎建設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那我們來換下一組是子彤的 然後另外我們來請一下 Libon的市場幫手 還有Fry的又插出一個開放的 在醫療社群來做戰敗一下 在醫療社群來做戰敗一下 比較是在做帕斯提貨幣的試玩 然後試玩上 數值要怎麼樣修整 以及 然後所以主要是 在這個部分 就是當 參與者買票之後 然後到 空總 或者是到 Mocha 或者到NGO 他們中間會有 什麼樣子遇到的數值 然後怎麼樣去解釋 然後他們要怎麼樣去找 那 如果有看 就是 在那個大松的表格裡面 有我們的共筆 裡面 如果還沒有了解這個專案的人 還可以進去看說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個專案 他的計畫內容 跟他的意義是什麼 那這次我們主要是在調整 這次遊戲裡面 數值的定義 第一次的試玩表 長的是 這個樣子 然後 後來我們 經歷了今天的第一次試玩 然後我們因此有了第二次的試玩表 那今天也收到了不同的 玩家的回饋 比方說 建議說 像是每一天可能要有 robot 讓每一個參與者 感覺到說 這個疾病的迫切性 好像 死亡其實是離每一個參與者很近的 然後可以增加 就是 在玩遊戲的時候可能有30天 那30天的時候都可以聽到不同的感染者 在不同的感染期間所遇到的狀況 他們第一人稱每一天的心聲 到底是什麼 然後 然後也有包括就是可能會在FB的社群裡面公布說 到底多少人還在這個遊戲裡面活著 多少人已經死了 還有包括就是疾病意義的加強 那今天這些數據就是主要是加強大家對於這個遊戲的聯繫性 還有遊戲感 大概就這樣 謝謝大家 欸 什麼真人 等一下 真需求 真 真需求就是如果對這個計畫有興趣的人 可以持續聯絡我們 因為 持續聯絡我 或者已知 因為我們還滿缺人的 然後這是今天就是遊戲的表 好 就跟大家看一下在講這個樣子 你都一直忽略我 對不對 好 謝謝 那我們換下一組是LINE BART的 世榮幫手 那我們請 FIDER跟LONIN來做Standby一下 欸 開始了嗎 好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我們這一組的問題是什麼 當里長和民眾在路上散步的時候 發現路燈不亮地上有洞的時候怎麼辦 然後里長就會透過他跟公務員之間的 之間的LINE群組去回報說 欸我在路上發現了地上有個洞 然後他就會拍照傳給公務員們 然後公務員們就會去認領說 這是誰 這是誰要來處理的問題 對 但是這個 這個 流程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下列幾項 就是 只傳 地上的照片 或是路燈的照片 會資訊不明 不知道這個 人是死地物是什麼 然後還有那個 常常長輩們的群組 都會有長輩圖來洗版 或是一些貼圖洗版 也會造成他回報的問題被洗掉 再來是 我看公務員沒有 公務員們沒有辦法管理 就是上面的這些專案 因為有可能都會被洗掉 或是他自己用筆記 手寫下來 或是他會忘記哪一些案件已經處理過 和哪一些沒有 這是我們前面討論到的問題 再來我們的解決方法就是透過LineBot 就是介入里長跟公務員之間來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我們做的 第一個重點是立案 就是LineBot會引導里長 就是除了上傳照片 還要上傳哪一些資料 比如說人是死地物 然後幫助公務員判斷說 這個事發地點到底在哪裡 然後 就算里長重複回報的資料 也可以透過LineBot 就是幫他Merge重複的資料 這樣子 再來第二個重點是追蹤 就是里長輸入 我看一下喔 里長輸入就是這些資料之後 公務員就會開始處理 就是比如說修路啊 或是修路燈 然後 這筆案件就會成立嘛 然後這時候就會有一個後台 像是Google Spreadsheet 就是幫公務員 就是列出里長回報了 哪一些東西需要被修理 然後這些上面的諮詢也包含 人事死地物 然後公務員也可以在這個後台 管理進度 就是里長可以像 然後這時候里長就可以向Bot 詢問進度說 這個案件處理的怎麼樣 或是輸入一些關鍵字 然後Bot會直接從後台 然後資料說 這個在處理中 或是即將完成等 然後第三個 第三個重點就是結案 就是當公務員在後台去 把這個案件標示為 已處理 然後 這個Bot就會直接 直接回報給里長說 這個案件已完成 所以以上就是 里民回報系統的概念 好 結束了 要看一下我們的圖片嗎 對 我們是透過就是 使用者旅傳圖跟清合圖去 了解 釐清我們的問題 然後想出解決辦法 欸 有東西要 下面有 對 然後我們就先 用Node.js加一個 server 然後做一個 那個Line的那個 chatbot 然後 就是譬如說當使用者 欸 不好意思 當使用者就是 傳一個路燈的照片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說 路燈已經損壞 然後我們轉交了公園處 然後給你一個追蹤ID 然後方便 那里長 然後後續追蹤 後續的維修的狀況 然後後面也是 比如說有一個坑洞 那就一樣 一樣會有 就是之後我們怎麼 轉交怎麼處理 然後這也是其他的範例 比如說管線破裂 然後這個就是樹木倒塌 然後就是各種情況 就是他都可以 自行的處理 然後自行的判斷說 這是什麼狀況 然後要轉交給哪一個局處 然後 然後 對 還有誰 分享 好 謝謝 那就我們分享 謝謝LINEBAR的士龍 那我們歡迎下一個的話 Supply的 插出一個開放的住宅醫療社群 那麼請 龍嶺還有 Micky去結束了 還有那個 Supply的社區營造資料 來做成人拜一下 謝謝